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艺术家有分享 比如说他在地上画一个水潭或是画一个瀑布 然后就会有人走过去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画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最早的一个地景艺术 那后来呢这个我们今天要采访的主角Ash呢 陈彦旭他那时候其实就有一个机会在台南海安路呢 有地景艺术的一个邀约 就是说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地上要怎么做 然后呢请他来画 那他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他说那时候我看一个访问 他说他为了要当时要追他的女朋友 他就大胆的去提了这个案 然后最后也成功拿到了 那我们刚才聊的时候呢 他说他也很诚实说他当时呢 就是因为也很需要一些新的案子 那所以呢就去做这件事情 讲不到一炮而红 那后来我们大概读了他的整个的作品的经历之后呢 就发现说原来他的背景很不简单 他其实是一路从美术班念上来的 但是他大学的时候呢 跳去中原的建筑系 跑去念的建筑系 后来才又回来去做这个美术 所以难怪他画的这个东西 他跟一般的这种地景艺术家画的东西 风格不太一样 他可能更多那种空间 或者是立体感的这种感觉 更为强烈一点 他不但从那个时候开始展开 他3D地景艺术的这个生涯 到至今已经创作了200多幅作品 意思就是台湾几乎各个县市大街小巷 你都你认真要去找是找得到的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 你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这个Ash Design的陈彦旭 你也可以看一下 他现在还有哪一些作品 在台北的话 以前总统府有一个 然后呢 在这个国家戏剧院那边 其实也有一个 这个是在户外的 你就可以看得到 好 那后来呢 我们就聊一聊 你知道现在这种斜杠呢 是现在年轻人的一个标配 所以呢 就是很棒的这个3D地景艺术家 他除了这些创作之外呢 他其实也做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 那到底具体做了哪些事情 等一下来好好地跟他聊一聊 好 那但是呢 至少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 作为一个从头到尾呢 都是从美术班一路念出来的人 他这个美术的底子绝对不会太差 他又透过了建筑系的这个熏陶 那我想对于他的这个作品 有一个蛮不一样的感受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呢 要给大家采访的 就是3D的地景艺术 刚才也在聊这个地景艺术的时候呢 其实又粗类旁通想到很多 因为其实我在看他的这个学经历的时候 我就想到 小时候我们也爱画画 其实我也是念设计的嘛 那爱画画呢 其实很蛮需要家里面的一个支持 因为到底画画画能不能够画出一片天地 这个其实我们谁也说不准 但是呢 爱画画呢 其实是小孩子的一个个性 那我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呢 在念书的时候 大学有一个课 在念牌演课 然后呢 就有一个剧本 就是讲到说 有一个小朋友 他为了想要去考这个美术班 然后呢 爸爸早走非常生气 把他的这个准考证撕掉 然后呢 不让他去 然后他就是整个就是爆哭 因为他为了去念美术班 他还把这个准考证 很小心的 意义的藏在这个枕头里面 有念戏剧系的听众朋友 可能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就是那一出戏叫素描 哇 那时候在演的时候呢 我们全班的同学 就是都默默的拿出卫生纸来擦 因为在我们的那个时空背景下 想要画画 或是有办法 最后还坚持画画 然后得到家里面的这个支持 或谅解的人 其实的确不多 所以最后真正有走上 艺术这条路的人不多 好 那但是就像 燕旭讲 其实他的家里面 蛮支持他的 可能过了这些年 台湾的整个社会 其实比较多元 对于艺术这件事情 也比较开放了 也发现其实艺术这个事情 是可以当饭吃的 然后呢 大家也对于这个 小孩子学艺术 其实是比较开放的态度 而且更何况 并不是所有的小孩子 念的美术 最后都一定要走上 艺术这条路 他也有可能 最后可能是去盖房子啊 可能是当医生啊 可能是做各式各样的 各行各业 但是他可能在小时候的时候呢 他其实喜欢画画 好 所以呢 就刚好在跟Ash在聊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家庭的支持 其实很重要 而且家庭对于美术的培养呢 或许你不需要给他 一个很好的环境 但是如果他今天 对于这个美术有兴趣 你就让他去接触 那最后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实 其实我们并不知道 好 扯远了 那我们今天特别呢 请到的陈彦旭 来跟我们聊一聊 3D的地景艺术 到底有什么奥秘啊 因为我光想就是累死了 就是大白天的 在地上画这个东西啊 那我们休息一下 进广告 马上回来听听他怎么说 欢迎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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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气腾腾这坐在我对面 我一点不太敢正眼看他 Ash Design的Ash Ash你好 余隆好 大家好 Ash长得很有个性 其实长得很像建筑师是没错啦 但是他是一个建筑的大逃兵 是多元发展的建筑人 多元发展 好 下层很好 现在年轻人都很多元 所以没问题 我们等一下还会聊到 很多你怎样逃离建筑 然后做了单低会景 然后还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斜杠的事情 应该是年轻人会很爱啦 好那我们先从你的发迹讲起好不好 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在国外的一些影片上有看过 就是有人在地板上面画画 然后好像画了破一个洞 下面有一个天空 或是有刚好有一个瀑布什么 然后画的非常非常拟针 刚好Ash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你在台湾做了将近220个作品 对不对 对 都在台湾吗 还是不止在台湾 零星几个海外的 哇OK 那当时一开始怎么起心痛念想要做这个事情 追根究底是缺钱 我以为是恶作机 其实契机是为了要筹一个出国玩的钱 那这个理由非常的充分 这个很正当 我们都是需要 好那你本来是念建筑的 因为你虽然是一路都是美术班 那你的画画功底非常好 这我们显而易见 但是你后来跑去念了中原的建筑系 对不对 那念建筑这件事情 就是我在想说画这种东西 透视你的整个透视感的要非常好 对不对 就是对立体的这种感觉 需要蛮逻辑一点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开始先在台南的海安路 所以那是第一次的作品是不是 对 那那一次你画了什么东西 那一次其实 它是在一个原本规划地下街的 上面的马路任性道 那好像种种问题 让那个地下街没办法执行 对 拍死服装 对所以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突起雾在任性道上面 然后就说那我来帮你画个地下世界 对但是市政府他希望是可以美化这些奇怪的东西这样 所以本来是透过一个美化 但是你发挥了一个创意 把它画成其实有点像是下面有一个就是下面有一个另外一个世界的感觉 对啊对啊 那当时那个画通常我不太清楚就是这种3D画在地上的这种地径 它通常都是临时性的吗 还是像这个海安路这个是永久性的 海安路这个有点算半长期的就是它会跟着每一次的艺术造街去做调整 对那可能有的保留有的会修正修改这样会换掉 懂可是这个放在户外这样晒晒晒不会坏掉吗 就第一个案子来讲我经验不太够所以其实我没有上太好的保护棋 那它再隔了一两年颜色就退的蛮严重的 哦对会退色 那后来比较经验一点就会上抗那个紫外线的保护棋 那其实可以撑个六七年都可以 哦那就是已经几乎是半永久了嘛 就一个很长的一个展期 可不可以跟我讲就是当时画好的时候是不是会有人不敢踩上去 有些人不敢踩有些人机车直接停上去 哦就是也是放很开就对心很宽 对因为通常这样这样的一个地形艺术它是不是有一个特定的一个角度 比如说哪一个角度看是是你的你原本的这个设定的透视 那如果不是从那角度看是不是没有那么逼真 对就其实这跟我们过去学画画会有一点逆转的感觉啦 因为我们过去就是一定要针对着这张图去看这张图 所以我们会把想象到的画面画上去 对那其实在地板上因为我们很难站在空中看地板 对所以一定会产生一个变形的问题 对哦那我在做的就是把这个变形逆转回来 哦对像一颗球如果画都一样大 那越来越圆它会越来越小 是是是所以我想让它看的每一颗都一样大 我就要越远画越大 让它推回来变一样大这样 好希望听众朋友有听懂 我有稍微听懂 好但这个这个很科学很逻辑 这个不是不是只是艺术而已 对但其实我在美术班的这几年啊 我自认为我也是比较偏理性的爱画画的人 哦对其实画画也有分很多种 对但我看你的采访跟简历才知道原来台湾念美术班 原来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自由 嗯那么自由 其实是在美术班的生活是蛮自由的啦 哦你说蛮竞争的是吗 哦是蛮竞争的啊 对啊 因为是不是上了美术班 然后就会国中的美术班就会想要再上高中更好的美术班 然后就会想要上大学这样子 对啊对啊 其实大家都是这个想法 那那个时候为什么你会跑去念建筑系 而不是在继续念美术系呢 嗯那时候其实我上了三个学校啦 北异的美术 嗯嗯 跟台异的多媒体动画 然后另外一个是中原的建筑 对那其实 你家庭的状况 理当我应该选国立的啦 嗯嗯嗯 那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 刚刚这个好反而赛哦 就是说其实我是有上国立 但是我又想要去念司令 就是我其实是蛮想尝试一下建筑这个领域的 OK 因为其实在我们那个时候的美术班 在设计课这块是比较弱的 就我们比较着重水彩素描国画 这种传统的计划 哦懂懂 那其实在设计这块 我们并没有太多的课去学 是对 对因为其实后来从你的这个作品 或是你刚才讲的 就是说其实你是一个比较理性 其实你是有一点点不安于 就是说纯艺术这件事情 哦 了解了解 好那我可以问一个务实的问题 那后来你画了这个海岸路这个第一个作品之后 有成功筹到你出国的旅费吗 那一笔有 有哦是哦 对不对 因为这个是不是现在很难画 是不是画的人不多吧 在那个时候画的人不多啦 现在很多了 但其实现在 剩下来的好像也还是我们这几家 对就是但大家有各自不同的风格 是因为不满你说我觉得 要我去画我是不会去画的 因为每天的大太阳 每年因为你白天画吗 还是晚上画 如果是构图就晚上 构图是晚上 会有一些辅助的那个投影 哦 然后白天画 但其实那时候第一 一开始在台南画 后来回到台北之后 很多场地只能给我一个晚上的时间进场 嗯嗯嗯 所以就 一个晚上要画完哦 对所以不得不用电脑绘图画完 再用印的 哦 对所以后来其实有几种作法这样 哦对嘛 这样就好多了 对不对 就是印出来之后直接贴上去就好了 就一个人期 哎呀 对但贴的也变成它比较短期啦 哦因为贴的更不耐厚 对啊 那现在在台北还有什么地方可以看到你的作品 台北现在戏剧院里面有一个 好那这个是3D的地景艺术部分 你在画这个时候有没有什么 就是你觉得最不一样的 比如说他跟你 因为你一定有创作其他的艺术作品嘛 对不对 那但是画这个地景艺术是 首先这是你最喜欢的吗 还是这个是也是谋生的工具 对是谋生没错 那可以再 你可以再诚实一点没关系 其实你这时候你要讲说 没有没有我真的对这个有很大的热情 这样刻苦才会继续找你 没有其实我觉得很难得是 他可以是我的兴趣又可以让我赚钱 那刚好 这个回答就可以 市场上在做的人又少 那我真的很幸运有这个机会介入这一块 因为这个真的蛮难画的 所以我只是好奇就是说 所以爸爸妈妈喜欢你们念美术吗 他们蛮喜欢的啊 其实从小他们就蛮支持我们的 真的啊 现在大概四五个月画画的那些图都还在家里 都还留着 那其实有爸爸妈妈支持真的很棒 因为我记得我们小时候是念美术系 就是等于在自寻死路 就是在家里 就会抬不起头来 小时候应该是我们家感受不到这件事情 所以这也是一个世代的差别 我刚刚在开玩笑 他说他是民国七十五年 我说我也是七五年 就是我要骗人家我比较年轻 我就说我七五年 那其实我是一九七五 所以真的也是十年就是一个时代 好那所以3D的地景跟2D的绘画 你觉得构图跟比例上面最大的差异是什么 过去我们在美术班训练 就是你把眼睛看到的 透过手直接画在纸上就好 那其实我现在画的 它就是会经过一个转变 像我刚刚说的就是远的东西会越来越小 那我如果要让它浮到眼前 我必须等比例的去放大 所以就是等于有点反过来 对所以我其实在构想的时候 都是有一种理性的去想空间的问题 然后感性的去想画面的题材 他不厌其烦有再跟我们解释一次 所以就表示其实我刚刚真的没有听得非常懂 但是这个构图真的 我可以稍微感应到 就是说其实这个是跟你建筑的训练有关系 就是它其实是一个很理性的去思考一个空间 你要把一个空间重置出来 只是你用一个很感性的方式把它画出来 对像我们有时候看到一个墙 其实是在走廊的两侧 对那我们就会觉得观赏它空间不够 因为走廊很窄 对那其实对我来讲 我就随便站在一个位置 我就可以把我想要呈现的画面去画出来 好那这样讲就比较清楚了 这样我觉得这样很 那所以像画在地上的会怕人家 就是不敢踩过去吗 不会不会其实欢迎大家来踩 因为我画面都会尽量画个八分满就好 那其实留一些空间给观赏者来加入创作这样 好那我们今天访问的呢就是Ash Ash是我们台湾很有名的3D的地景艺术家 如果刚刚才加入我们的朋友 其实可以稍微上网查一下 其实就是台湾最近有一些很红的 比如在地上有画一些很特别的地景 然后它看起来像是立体的 但其实它是2D的 那这个其实需要一个很强的逻辑 或是一个空间的感觉 所以AshDesign的这一个负责人 陈彦旭 Ash他现在在我们的现场 好那我们尽管要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来跟Ash再聊一聊其他的艺术 欢迎回到UnoLife光听你说 我是主持人Uno赖云农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特别来宾是3D的地景艺术家 AshDesign的负责人陈彦旭 Ash Hello Ash你好 嗨 很简单 好那个刚加入我们的3D地景艺术 是什么呢 就是你知道会在地板上面画画 然后他画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强烈的3D的透视感 然后你会以为下面好像有另外一个空间 所以很酷啦 然后呢 现在其实从最早在台南海岸路有一个作品 一直到现在已经超过220个作品了 所以其实应该是随处可见 现在台北的话你可以在国家戏剧院那边 还有几个作品你可以看得到 好那因为我们刚刚就很好奇 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艺术家 他最后会去画这个地景艺术 应该国外看到那些小的那些影片什么 他们其实有些甚至是用什么粉笔画啊 什么什么 那个其实是有点像是一个行为艺术 但你的其实比较像是 它是比较permanent的 就是是可以半长期的放在那里的 那当时做这件事情 跟你念建筑系 有没有很直接的关系啊 非常有啦 因为其实在美术办训练是比较浪漫一点的 感性一点的 那其实进到建筑系之后 多半都在训练逻辑这块 那刚好我就有这两方面的训练嘛 所以我觉得刚好画这个 其实是蛮刚好的 那听说你现在就是又被抓回去当老师 是回去附中当老师吗 对对 回附中当兼任的老师 那附中的美术班要教些什么啊 其实这几年看下来啊 他们比我们当时多元多了 就不止纸上的 立体雕塑的 甚至影像类的 所以现在高中的美术班 其实就已经开始有这些比较专业的 这些美术的训练 对我觉得对选择大学 是更早让他们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OK好 所以你的这个斜杠就是说 本来是建筑系毕业的 然后建筑系毕业之后 没有去做建筑师 还是你后来有在建筑师事务所工作吗 对不对 有短期一年半两年 然后很快就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 然后就画了这个地径 然后现在又回去教 这个是教美术班 对 好那这次又从多年以后 又回到这个学校里面 有什么感受吗 就比如说跟你以前在 你也是附中的美术班毕业的吗 对 那你附中美术班毕业跟现在又回去有什么感触吗 就觉得都一样的空间环境 但整个小朋友们 就我当时为小朋友 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对因为他们现在数位化的程度高过我们非常多 你是说画画的部分吗 对包括他们比如说收集素材 那找资料 然后去发挥创意者速度会快得很多 那美材的接触也非常多 所以那现在如果又回美术班去任教的话 有没有什么 比如说你之前觉得你在学习的过程中 你有遇到的一些困境 然后或是说你可能以前有一些启发 然后你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再带给他们的 回想自己当年 其实我是一直很专注在水彩树描国画这种很基本功的树科上面 对 那其实学校还是会偶尔会有外聘老师来教一些 比如装置艺术啊 比较新一点的东西 对 那我其实那时候很不认真 那我现在其实是蛮后悔的 就那个时候不知道这样子的课程的好 其实我是出了社会之后才自己慢慢摸的嘛 那他们其实在学校的这个阶段就可以拥有这样的资源 那如果你有把握住的话 我觉得对于自己的创作方向广度都会更广更多 更快更好 那你会觉得这些就是现在的美术班的学生 他们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吗 跟以前念美术的学生 数位功夫进步很多 数位上面的功夫 对就是我反而觉得他们在想法这块 高过我们那个时候很多啊 因为我们那时候比较会 花更高成分一点点在讨论技术面 那这时候他们的讯息来得多嘛 那当然他们想法就多 画面里面的故事也会相对的多一点点 对了解了解 但其实都有好有坏 就是他们会稍微放掉一点基本功 所以你现在这样的话 你跟他们大概差了几届啊 大概我在念的时候他们刚出生 差不多 现在已经超越了 就是我念了几年他们才出生 哇 所以我本来只是要想说你可能是一个大学长 或是大哥 我一直也是这个感觉 结果算一下时间好像不太对 哇 OK那有没有人有没有一些学生 譬如说很崇拜 你说老师我以后也要像你这样画这些3D的 倒没有到崇拜 他们可能觉得很酷我们念美术班之后有机会做这样的事情 那也有人会问这样怎么生存 他们会对于未来有点彷徨 对的确我刚才也有分享就是说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其实父母不太希望小孩子去画画或是走上美术这条路就是怕他们未来会生存比较不容易 就活不下来赚不够多的钱吃不饱 但我看Edge就是吃的还蛮壮的 感觉吃很饱 所以你现在这个行业基本上还可以吗 就是make living的话是没问题的 这很难说到底他可不可以让你生存 因为其实变成自己接案之后 你有工作的时候有存钱 今天刚好没工作那就是没有钱 以平均来讲是可以活的 但我觉得算是幸运的 因为其实我跟商业的合作蛮多的 对啊我刚刚看你的履历一拉出来 比如说包含跟各式各样的公司 然后品牌都有合作 所以这个是有一个需求在那边的 就需要一些刺激的创作方式 对刚好 所以感觉上这个报价应该也还可以 报价可以生存 会不会有些听众没有听到之后想说太好了 然后突然就出现多其他的竞争对手 其实这样也是好的 因为大家会有自己的风格 这个心态很健康 但是说实话这个门槛其实没有那么低 对不对 所以又要画这种3D 然后要做一些艺术 其实艺术是还蛮吃个人的 我必须讲 就是说因为就像你讲 每个人有不同的风格 就是说你为什么会买这个艺术家的作品 你不会买那个艺术家的作品 其实还是有一个风格在 所以你自己有分析过 比如你在画这个3D地景 跟国外的这些作品 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吗 国外的喔 所以我们才知道他什么国籍 不过国际上最早开始画的 应该是一个叫Kurt Weiner的艺术家 他是最早最早的 OK 就开始把画面变形 出现立体感的艺术家 那你的画跟他的画有什么 比较明显的不同吗 他的古典基本功非常强 那其实我这边会比较着重 空间的合理性 我毕竟也有建筑的求学经验 所以我会受不了空间画错 所以我一到一个场地 我一定是非常细心的去场 看每个尺寸 跟确认要看的角度 对我有感觉 因为你刚刚讲说 我大概就有浮现出那个画面 就是可能之前他画的东西 是比较偏自然的山水还是什么的 但是你画的都是很明确 都是很空间的东西 有点像那个 有一种3D的裸眼的那种感觉 你有曾经画过一个斑马线 立体的斑马线吗 有有 那个其实也是有一点点 这种很空间很建筑的感觉 我自己觉得空间可以让人更容易被骗 因为我们会对于一些墙面 地板有一个既定的感觉 更容易被显进去 对 好 除了3D地影院数之外 我听说你还是有做一些影片什么的 对 所以你这个斜杠真的斜得很棒 就是什么都有碰到 影片这个事情是做了自己兴趣的吗 还是 最早是兴趣 对你现在是有自己的YouTube频道的 我不是拍YouTube频道那种的 我是帮品牌拍活动 OKOK 对就帮他们记录滑虚 然后剪辑影片这样 OK 所以你自己也有剪接的这一个工作 对 其实都是边学边摸的 那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一块 就从小就对拍影片很有兴趣 那我觉得也是爸妈影响 就我现在家里有小时候那种V8带 对 那小时候就觉得爸爸一直都拿着这种机器在拍 那自然而然的自己也喜欢拍 其实从高中大学也一直都有在帮班上 或是系上拍一些东西 但其实一直没有想像说 他会是我现在目前的第二个工作的模式 因为其实会拍跟到最后会剪接 这已经是两个专业了 对啊 就是你自己拍你也自己剪接 对自己拍自己剪 对 OK 好那我觉得我真的要重新再架构一下你的这个简历 因为其实你不是只是一个念建筑的人 然后你可能做了3D的绘景 艺术家 然后其实光拍影片跟剪辑这个事情又是另外一个专业 然后同时你还是一个老师 如果通常要人家就是很快的就说 请问你是做哪一方面的你会先介绍哪一个 我会说我是在艺术圈里面被觉得像比较设计类的 在设计圈里面被觉得偏艺术类的这种人 好我懂我懂 现在大概最夯的就是这种工作介绍就是我讲的其实你也不知道我在做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最最厉害的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听不出来 但是你做东西都很酷很屌这样 然后就又可以赚钱又可以生活 好了就是我如果是你爸爸我的确也就不担心了 希望可以继续一直延续下去 好那我们今天在现场访问的是Ash 他是一个台湾算一个比较新锐的一个设计师 然后他是创作的一个艺术家 那他的作品呢 其实最早是用3D的地景绘景的这个文明 那现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他的作品 所以我们今天也很高兴可以采访到他 好那我们尽管靠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再回来跟Ash聊一聊 台湾还有哪一些艺术的可能性 欢迎回到Uno Life光听你说 我是主持人Uno Lerino 今天呢我们采访到的是一位3D的地景艺术家 很酷的Ash Design的负责人陈彦旭Ash Hello Ash你好 大家好 然后呢我们刚才聊了很多 其实Ash也是目前我算是采访过很斜杠 而且每个斜杠都还蛮成功的一个艺术家 就是3D的这个地景绘景 然后呢也做一些装置的艺术 然后也有当老师也有拍影片 那我们刚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你 就是譬如说做这种3D的这种地景绘景啊 地景艺术现在不是有一些AR VR吗 你觉得比如说像明年如果APPLE的那个眼镜出来之后 你觉得它会是一个帮助 还是它可能会开启更多的可能性吗 我觉得可以开启一些玩法 因为其实我的图在我设定的角度看下去是100分的话 那其他角度看其实都会变形的 甚至会看不出来它是什么 对它要有一个特定角度你才能够感受到它那个透视 对所以其实我的图也会在创作过程也会考虑到动线的问题 所以我也是希望人可以在作品周围走动 然后去发现这个观赏点呈现出来是对的 你会建议一个最好的观赏点或是最好的拍照的点 它看起来是最棒的 对对对 用VR眼镜看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 这算是同样的需求吧 就是我们都跟空间跟走动 画面移动是有关系的 搞不好因为现在的这个地景的部分是不动的嘛 但是你搞不好加了VR之后它会动 对对对它可以在正确的角度之后 启动那个感应嘛 对那它东西就可以跑出来 很酷很酷 但是感觉如果有聚高症的话又更恐怖 好那如果往后发展 你还会再想要做一些什么 比较其他不同的尝试吗 就是在这个地景艺术的这个前提下 我自己是对指标系统这块蛮有兴趣的 也觉得是有一点机会可以结合的 指标系统你是说道路上面那些指标系统 对像道路或者是像捷运站啊 或是各种路标指标 你意思就是说不用真的去做一个指标 反而是把它画在或是坐在墙上 然后看起来像立体的这样子 对那刚好可以限制人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你需要看到这样子的指标 就你在那个角度看的时候 你在你需要那个角度看的时候 刚好看到就是立体 这蛮有趣的 那地上呢你说像那个 现在那个柏油路上的那些 也可以把它做成立体的 像有些比如说竖线好了 或者是左转单行道等等这些字眼 那其实我们现在做法就是把字拉长而已 对 那其实它在做一些小动作的话 是可以让那个字的阅读性是更好的 其实拉长反而很不好阅读 对它就是没有照我这块的这个逻辑下去做 就是等于有一个角度从上往下看的时候 怎么看最清楚 对不对你的意思是 它是可以计算一下的 了解了 但这个真的蛮希望你赶快去做 因为我一直有一个confuse 就是因为现在好像台湾有些时候是写正的 就是你一边开过去的时候 你已经看到它字是正的 有时候是反的 对 就是你比如说你开完才突然说高速公路 它已经过了 上去了 你已经超过了 或者开完才知道说 单行道说 可我已经开进来了 对 所以这个就是你要在一个比较远一点地方 我可以再很快就看到它 对 我发现的确你的这个思考逻辑都是比较务实的 其实你更偏重在设计跟艺术之间取的一个平衡 而不是只是单纯的一个艺术品 好 那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呢 是请到一个台湾很棒的一个3D地景艺术家 Edge Design的负责人 陈彦剧Edge 然后来跟我们聊了很多这个视觉艺术的部分 那我们就谢谢Edge 然后我们下礼拜六的早上11点 我们